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公主代理 好久不見了 在這裡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切身的小故事 我記得有一次呢 我在一家夜店演出 然後我自己當天其實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很怕自己當天會唱不完啊 或唱不好 一唱完呢 其實在路途當中 我會覺得心裡好像有一種很難過的感覺 然後一到家樓下的時候 我就開始哭 結果呢 我坐在我前面的司機大哥就跟我說 艾琳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可以嗎 我說好啊 然後他跟我說剛剛有一個女生 然後年紀有點大 然後就是一路上一直跟著你 然後我當時完全就馬上就想到說 是我外婆嗎 他說那個女生 年紀大的女生一直在跟著你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我外婆在一路上保佑著我 然後在演出的時候保佑著我 很成功 然後 可是我想我要上去的時候 那大哥說 他很想跟著我上去 但是上不去 我會想哭耶 因為 因為可能是我想說我家的客廳擺著佛像 所以我的外婆沒辦法跟著我回家 我當時一聽到這個 我就立刻立馬大哭 因為我覺得這個小故事啊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也告訴我自己 就是在歌唱的路上要更加的用心 就像我這張新專輯 我不離開 已經睽違了兩年半 這張專輯呢 就是傳達我在歌唱的這條路上 就是秉持著我外婆跟我說的話 就是要勇敢有自信 要有正面的力量 繼續的堅持自己的夢想 也希望大家會支持我的新專輯 我不離開 拜拜